大家好,我是真桃鬼大叔 去上集我們介紹了好吃的乾拌麵之後 好像焦麻口味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料理喔 好,那我今天就來做一道創意料理 馬影山素枝焦麻乾拌麵,GO! 那我們今天要做這道創意料理呢 準備的食材有 豬絞肉,蔥,薑,辣豆瓣,蒜 以及我們的主角 焦麻乾拌麵 開火煮一下,我覺得等一下一定超久 首先我們來準備蔥末 接著是薑 大蒜,蒜頭 這個鍋好之後呢,我們倒入適量的油 那接下來我們就下了絞肉 把那個絞肉呢,給它炒香 讓它的香氣可以出來 好,炒到它香氣出來之後呢 就來下薑末 蒜頭 一樣把它的辛香料的一個味道可以炒出來 接著我們要加豆瓣醬 然後豆瓣醬一樣,你要先把它炒過 它的香氣炒出來 麵裡面的醬料包 把它加進去 然後紅油的部分可以依照你喜歡的辣度呢 去做調整 那一切不是我吃的,就是添加下去就對了 有沒有,它的那個醬料的香氣呢 我先把它出一種很特別迷人的香氣 欸,攝影師,是不是真的很香 真的還滿香? 我沒有騙人囉 你自己試大概就知道了 炒好之後呢,就可以關火了 就把它淋上去 開始攪拌 那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螞蟻扇素汁焦麻乾拌麵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行試吃 有的絞肉,還有豆瓣醬 它的味道變成有三個層次 整個味道截然不同 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成功 這道料理非常的成功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一定要在家裡做看看 那喜歡我的頻道的話,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你要攪拌均勻一點 沒有問題